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探明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大家是否都认同宇宙存在着暗物质呢? 科学研究表明,宇宙中暗物质的占比超过了95% 你可能会说,什么,那么多,我们已经探明可见的物质才占5% 这怎么可能呢? 但我告诉你,或许暗物质的占比还在一直增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暗物质是我们对宇宙中所有未知未明物质的总称 我们尚未知道它们是如何出现的 因此也无法得知暗物质的具体构成 而在宇宙膨胀的过程中,暗物质则冲当了主角 因为不难发现在经典物理学中,我们秉承着物质守恒的定律 而在经典物理学中,宇宙被认知为真空的 因此宇宙体积的不断膨胀填充这些五中生有的空间的 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固体、液体和气体 如果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知道 宇宙空间的变化是由于暗物质的增加 还是它形态的改变呢? 有科学家就提供了这样的设想 因为宇宙的膨胀速度相比于它现在的体积是很缓慢的 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宇宙的边界 通过足够长时间的单位体积观察 我们或许可以知道 在宇宙空间膨胀的过程中 到底是暗物质的凭空出现占据了膨胀的空间? 还是原有的暗物质发生了形态的变化 导致空间膨胀了? 或许是所有暗物质都是从边界以外的空间吸附进来的 质量守恒定律对暗物质并不适用 这样听来 这不仅很有利于我们研究暗物质 揭开宇宙膨胀的秘密 并且当我们发现宇宙的边界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对边界物质出入和密度的变化 来发现整个宇宙膨胀的规律 并预测未来宇宙的走向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于以上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谈命未知世界》 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啦